二战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,伤亡最大,损失最大的战争,二战让很多人留意失所,无数生命终结于二战,一边是对恶的法西斯,一边是法西斯同盟,双方休战不休,伤亡残烈,在二战期间有一些转折点值得注意,正是因为有这些转折点的存在,二战的战争局面才产生了变化,日本偷袭跟珠港事件, 五一十二战当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,正是由于这次事件的发生,使美国卷入了战的洪流,加入了反反西斯同盟,此后太平战争爆发,太平战争爆发后,美国和日本进行了激烈的争斗,同时也涌现了许多战争英雄,美国的约翰巴斯隆就是其中一位,在1942年10月,约翰巴斯隆和布一起防守龙家河,而这个时候数千名日群出现在了龙家河附近,敌人相见分外眼红, 美军和日军在此遭遇失表你死我活,双方在龙家河畔展开了惨的对决,随着战斗的白热化伤亡人数也越来越多,巴斯隆身旁的战友都已各地倒下,于是巴斯隆决定步驻一致,巴斯隆拿起了身旁的两艇机关枪一分扫射,在一幕的掩护下他总共地射杀了2000名日军,最后日军由于看清情况再加上的损失惨重, 也不敢贸然前行,于是巴斯隆成功地抵抗住了日军前行的步伐,而代价就是29000枚子弹,巴斯隆是太平安战场上真正的英雄,作为一名美国士兵他成功地阻拦了日军,不如使命,值得世人尊敬,在整个二战战场上其实有很多次巴斯隆的士兵, 他们有的被人铭记,有的责目无闻,有的成功地活了下来,而有的却死于战场,